大家好,我是大叔Pizza 今天就到為大家介紹這個Niner 先說它的陣型 其中一個陣型是黑暗輪迴 黑暗輪迴來說 大家一眼都看到 很容易看得出問題是什麼 就是完全沒有補師 所以一般玩家都很少會組織一隊 純黑暗輪迴隊去打 通常都是黑暗隊 通常都是波波和現在介紹的Niner 通常都是波波帶超傳給Niner 外掛到其他隊 Niner還有另一個陣型 就是公主聯盟 公主聯盟最大的優點是 保斯多到你不知道出哪一個 有尼亞娜 有奶騎 也有回溯的索菲亞 也有愛麗絲和安娜 所以非常之多 甚至乎有半打半補的克麗絲等等 而且魔法傷害都是他們的 康家本領之一 又包括有尼亞 還有現在介紹的Niner 他們公主聯盟都不是完全沒有弱點 就是可能物理打獸 雖然都會有雪梨 小雪梨 小公主等等 但是始終都不可以 比得上艾爾文 和彈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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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彈 關於Liner的職業 有兩種 一個是黑暗公主 另一個是聖者 我相信99%的玩家都會用黑暗公主 為什麼呢? 兩者比較 黑暗公主的智力比聖者高 而黑暗公主和聖者 兩者之間的魔防是一樣 黑暗公主是否完全贏了聖者 也不是的 黑暗公主的生命是少於聖者 而且聖者當然 因為聖職 會有屬性雙刻 可以雙刻魔物 但魔物 其實不一定要透過聖者來雙刻 因為其實看到Liner 有另一招叫淨化 其實淨化也是會雙刻魔物的 所以為什麼大部分玩家 都不會把Liner 變成了聖者 而改用黑暗公主 因為始終智力越高 你的輸出就會越大 接下來說Liner的天賦 在正式講到天賦之前 也想延伸回職業的話題 為什麼人們喜歡用黑暗公主 多於聖者 就可以看回他這個天賦 因為黑暗公主的智力高 智力越高 魔法傷害提升的% 即是增傷 就會越受益 所以選擇一個智力高的職業 會比較好 現在講回天賦 首先我們看第一部分 進入戰鬥時 魔法傷害提升30% 什麼叫做進入戰鬥時 就是AOE不計 因為AOE黑洞 天賦不會進入戰鬥 什麼叫進入戰鬥 你去到戰鬥地圖畫面 右邊有個動畫開關 如果你按動畫開 會進入戰鬥畫面 就叫進入戰鬥 AOE不會有戰鬥畫面 就是一個簡單的方法 去分為進入戰鬥 而Liner的天賦很清楚 一定要進入戰鬥才會提升 AOE完全不受益 但使用技能 射程提升1 無論是AOE 還是單體魔法 都會有受益 但要留意 很多時候 比較新的玩家 會說 Liner不是想像中那麼厲害 打三架打得遠 但為什麼傷害不厲害呢 因為新玩家要留意 再看清楚 使用技能時射程提升1 即是代表 你的士兵 士兵無故用技能 士兵就射程會提升1 他依然都是射程2 但Liner三格打人 士兵兩格就原地佛棋 那你少了士兵的20Hits 所以為什麼會解釋到 有時候會問 你為什麼看下去 Liner的攻擊力不太高 Liner作為一位魔法打手 攻擊魔法的技能 是相當豐富的 首先介紹三招AOE 首先第一招 就是兵追 兵AOE 這一招你不要期望 他有什麼傷害 或者會令到別人很麻煩 其實是一招比較戰略性的AOE 槍兵特效 其實可以不需要理會 最主要是令到群體移動力減1 即是令到人們推進向方向慢一點 以及最重要是無法護衛 破護衛來說這一點是非常好用的 然後另一招 就是黑洞 大家都很熟悉的 因為波波都會有這招 射程遠 在Liner手上會有射程4 範圍也有4格 他一下子炸下去就會令到敵方 有兩個隨機的弱化效果 兼且你可以打一些超時空 可能你配了公主露娜的超絕 你一個黑洞炸下去 首先兩個debuff 然後拿著露娜的超絕 再去射血 效果挺好用的 最後一招就是天佛 天佛 基本上爆擊率都非常高 你可能你自己的Liner 大概有十多至二十的爆擊率 然後這裡加上50% 其實很多天佛都差不多一定是暴擊 你當然不是期望一個天佛 就可以殺光別人的小怪 但你對於主線 時空裂縫 超時空試煉 那些天佛炸下去 群體削血 其實對你坦克的殺傷性 很低利潤 令你坦克的持久力很高 單體型魔法來說 Liner有四招 第一招是冰凍 黑槍兵 第二招是雷擊 黑騎兵 第三招是淨化 黑魔物 兼且戰後驅散兩個強化效果 所以作為代價 驅散兩個強化效果 比起冰凍和雷擊 多一個冷卻回合 最後一招是Liner的大招 暗簾 攻擊單個敵軍 造成1.3倍的傷害 1.3倍好像很少 但他還不會同時間 無視敵軍30%的魔防 譬如地方有1000的魔防 就當他是700魔防 兼且戰後會再補自己的血 所以暗簾一定是大 看看你會搭兵凍和雷擊 就是這樣出擊 Liner唯一一招被動技 就是魔防威嚇 要在行動結束時 令到三格內所有的魔防 降低20% 持續一個回合 其實你可以預計到 Liner 降了人家的魔防 Liner自己本人是享受不到的 除非再行動 那你什麼時候會帶呢 當你不只一個Liner 一個法師 就可能Liner帶了魔防威嚇 先出手 然後第二個法師 就可以享受了 魔防降低20% 然後這段是介紹裝備的 先講Liner的專屬 黑色新娘 黑色新娘 生命加5% 進入戰鬥前 使敵軍遭受一個 隨機的強力弱化效果 首先我這裡講提外話 我現在看到被二妹穿著 我純粹是省加的 不想做這麼多套 法師的SSR裝備 但要留意一下 被二妹裝了 使敵軍遭受一個強力弱化效果 二妹是用不到的 因為是Liner專屬 即使生命加5% 都是在二妹身上發揮不到 我純粹是省加才這樣換的 Liner這件黑色新娘的專屬 就這樣看就未必很厲害 但是事實上 她是很厲害 為什麼呢 稍後在接下來介紹 雲匠 阿斯塔洛的時候 再跟大家講一講解 好現在介紹Liner的武器 看到我的圖鑑 你們會看到 我是用非洲之穴 因為我只有藍色之穴 什麼紅穴 雲匠 不要跟我說 我沒有的 雖然說不要說 但是Liner的畢業武器 絕對是阿斯塔洛 這個雲匠 人稱雲匠 和有弱化效果 敵軍進入戰鬥時 致力提升3% 主動進入戰鬥時 戰後有30%的機會 使敵軍魂穴 遲早一個遺憾 去過15% 剛才介紹天賦的時候 都說過 什麼叫進入戰鬥呢 進入戰鬥呢 就是AOE不算 單體魔法那些才算 所以如果你用AOE的話 就不要用阿斯塔洛 但是為什麼阿斯塔洛 我覺得是Liner的畢業武器 就是剛才介紹過的專武 黑色新娘 阿斯塔洛的把圍像 是配合黑色新娘一起使用的 因為黑色新娘 戰鬥前 一定會確定對方有弱化狀態 跟阿斯塔洛的效果 非常吻合 如果Liner那一關 只用單體魔法 我會建議你出阿斯塔洛 如果AOE的話 就出藍色之月 或者紅色之月 那到Liner的護甲 都沒有什麼爭議性 一定是用黑色新娘 如果冷滿一些推介的 可能是天女御衣 AOE 不是在後面的區散 和附加藥化效果的區散 純粹推介是因為 生命會撐到10% 可能有些關理 根本就撐不到AOE 可以考慮改著這件 但是都是 99.9%的情況下 都是穿專武黑色新娘 至於Liner的頭盔 我覺得 如果你打PVP 會比較適合攝緩法武 打PVE來說 如果想輸出取向的 可能是用冥虎道神 或者想援助隊友的 就是天女頭色 其實 頭盔對Liner來說 分別不大 各位視乎自己的情況 來用就可以了 Liner的飾品 跟頭盔都差不多 都是沒有一個固定的答案 但我自己私心推介 磁元寶珠 如果你是用單體魔法 我會推薦磁元寶珠 讓他招大招暗簾 暗簾 有機會 可能CD減了1 只需要冷卻一個回合 再隔一個回合 就可以再出手 甚至這些 CD1的 單體魔法可以連續出手 單體的話 我會推薦磁元寶珠 或者 單體的話 我會推薦恐懼魔眼 為什麼我也是強調單體呢 因為要留意恐懼魔眼 主動進入戰鬥時 AOE是不算的 所以他不會用到後面那一部分 造成傷害降低 但如果換句話來說 如果Liner那一關 是用AOE為主的話 可能都會很適合用 這個難得為替玫瑰的 因為AOE都包了 如果AOE為主的話 就不要用次元寶珠 因為Liner的AOE都會有CD5 所以你減到CD1 其實那個意義也不大 關於附魔 Liner 我自己的Liner 就是用時鐘 時鐘是我開服初期 都一直在用的東西 倒刀發動的機率 其實是挺爽的 但如果時鐘相比起 魔術和滿月 當然攻擊率一定是少了 因為魔術會有技能 傷害額外提升10% AOE再額外再提升5% 即是10% 滿月是80%血以上 攻防提升10% 如果你不想賭CD的話 你會選魔術和滿月 選一 如果兩個真的要選的話 我自己覺得 可能滿月會好一點 你會看到所有攻防提升10% 而魔術是技能傷害 即是增傷的部分提升10% 即是增傷的部分提升10% 那有什麼分別呢? 就是我自己覺得 因為Liner的天賦 本身就已經有30%的增傷了 那你要怎樣才能 充分完全發揮到 這個30%增傷的部分呢? 就是加大力的智力 加大力的智力 即是代表什麼呢? 就是滿月那一部分呢? 滿月那一部分 這裡 再額外提升10%的智力 就會令到天賦 能夠充分發揮 但是是不是 這個一定是最後的答案呢? 也不是的 如果你的智力已經非常高 對比敵方的魔防 你的傷距已經超大的 是不是需要再提升 也不一定的 魔術可以再提升10%增傷 會有更好的效果 也不奇怪 那兩個都好 那就自己看看自己喜歡用哪個吧 魔術可能會有一個優勢的就是 不需要保持80%血以上 但我還有再提一提 我自己本人在用的是時鐘 因為我都喜歡倒CD 好來到今集的最後一部分 關於兵種 那就毫無爭議性了 Liner一定是用魔女 魔女本身已經是一個非常 OP的兵 兵種 當她的士兵生命100% 時攻擊魔防 就要提升45% 那是否只有魔女可以用呢? 也不完全是 如果那一關 你的Liner 遇到不會用單體魔法 去攻擊人 只會用AOE的話 用眼巨人 都相當不錯 因為你用AOE 你的士兵是不需要進攻的 所以你不需要領會 用眼巨人 攻擊你很低 她的攻擊只是普通傷害 不是魔法傷害 不需要再領會 純粹是用AOE 然後可能敵人 來打她 你要打到Liner 麻煩你撞贏我 那個重蠻巨人 那今集就這麼多 那我們下一集 如果再介紹角色 那一陣子再會 拜拜